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Winbound Talk 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伟山 很高兴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智慧车 未来车的时代已经来临 所以人类已经从行动进入到移动新时代 所以不管是在自驾化、联网化 或者是电动化、共享化 汽车已经成为了在手机之后 成为科技行业当中的新主角 所以针对在高压高频元件 感测定位、记忆体以及显示器仪表板 还有ADUS、自驾技术等等 各个层面都非常讲究高精宿命 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浪潮 我们想要知道华邦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关键方案 帮助各位来因应这一波热潮 首先就要为大家欢迎到的是 华邦电子安全解决方案行销处 宏伟处长欢迎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华邦电子陈宏伟 我负责的是安全方案的行销 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在未来车用电子的发展当中 有什么新兴技术大家绝对不可或缺呢 好 事实上在这个车联网的应用当中 自驾车的应用当中 事实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ISO 2622这个Functional Safety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但事实上 目前另外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其实是Security 所以在这个车联网的应用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见有ISO 新的ISO 21434这样的一个标准出现 那其实在未来的这些自驾车 车联网当中 我们要必须同时兼顾到 Security以及 Safety 那我们可以说 事实上没有Security就没有 Safety 那这两个Domain 我们该如何的进行成功的整合 好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车用电子当中 这个资讯安全以及功能的安全上面 也是在市场上面强大的这个需求 也是跟着星星了 所以我们就想要知道 在这个这么复杂 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市场趋势当中 华邦电子可以怎么样协助大家 是 其实华邦电子作为一个 Flash Memory的leading company 我们针对车用电子方面 我们设计了W75F Secure Flash 可以兼顾Security以及 Safety W75F这个Secure Flash 目前已经通过 Common Criteria EL5Plus的认证 这是安全方面最高的认证 那同时也通过 ISO 26262 ASIL DREADY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那同时华邦电子 12寸晶圆压的制程 也通过ISO 26262的认证 那在此外呢 事实上华邦电子在车用电子的应用上面 我们有几个独特的Value 首先我们的方案是经过认证的 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具备的是一个这个Flexibility 因为我们搭配的SOC可以不需要担心这个SOC的制程 是使用什么样的Process Node 再来就是所谓的Scalable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记忆体的公司 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记忆体容量 去满足不同车载应用的需求 好所以刚刚呢我们有提到的是 在就是W75F嘛 我们想要知道 它适合用在什么样的一个车用电子应用呢 是事实上呢 当车子走到这个车联网 自驾车的时候 有几个主要车子里面的应用 是需要安全 Safety以及Security的功能必须兼顾 例如 ADAS V2X Gateway Infotainment Powertrain 所以这些应用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W75F 去满足最高级的安全需求 以及最高级的Safety需求 是 所以刚刚透过宏伟处长的分享 相信大家都知道 整体车子的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们提到的是在车用电子上面的一个细节 特别就是在讯息上面的一个安全 都应该要完整被保护 就可以避免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 遭受到危害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宏伟处长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Winbound Talk 我是韦山 我们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